我是Polisi 怎麼又是你們兩個? 師傅, 你說什麼? 對, 你很不想看到我嗎? 不是, 我想要時代巨輪轉得這麼快 女主持應該轉得很快 真的時代巨輪轉得很快 真的快得你也不相信 轉了你也不知道 你看我們後面的見證碼 轉了幾次了 灣仔碼頭不經不覺 就已經轉到第三代 第一代是1949年至1968年 位置大約是現在告示打到近道路之道 1968年再因為灣仔再次填海 灣仔碼頭搬到今天會議道 和洪興道的附近 到了2014年8月底 第三代全新的灣仔碼頭 就在現在這個位置正式啟用了 師傅, 舊灣仔碼頭原本很好 為什麼突然要塗了它? 就為了建造中環灣仔曉道 就塗了舊碼頭搬到北面那裡 搬了之後, 風水會不會好一點呢? 好很多, 因為以前舊碼頭 很近匯淺, 又短 讓整個匯淺遮蓋它的氣 現在搬開了一點, 距離遠了 又伸長了 因為香港的水由西向東流 本來匯淺了, 現在凸出了一點 起碼稠靜一點也會繞到氣 因為水為財, 沒水就沒財 所以以前好像沒什麼人搬它 其實我看現在越來越少人搭船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吹旺下去呢? 真的挺難的 這個碼頭唯有做一些特色的食肆 又或者現在網上的寵物餐廳 對 人們特地會帶寵物去 這樣就有機會吹吹聲旺了 師傅, 除了開餐廳之外 有沒有其他行業可以幫到旺人建碼頭? 其他就麻煩一點, 也沒什麼辦法了 唯有等整個工程起好之後 尖沙咀會運人來賄錢的 人來人往就不用做什麼 應該肯定會更多 對, 看表現 我現在盡量意做新的碼頭 送了白色和綠色來做主題食 其實這兩種顏色有什麼特別的幫助呢? 白色是屬金, 綠色是屬木 原來有很多樹枝屬木 牆壁屬木, 建在海上 金生水, 水生木就收穫了碼頭 怎麼也比舊碼頭好 劉小姐, 你知道沙田大圍什麼越來越多嗎? 越來越多, 我知道, 四野多 有魚鴿, 有雞竹, 有… 我小時候已經很多了 把整個街上都發現現在變少了 那猴子也多? 也多, 起碼有你, 是不是? 原來豪宅越來越多 怎麼會這樣? 對, 因為以前有獅子山隧道的時候 隧道旁邊有些豪宅而已 但是自從城門水道打通了之後 這區就越來越多豪宅了 尤其是2004之後轉了地運 因為這個地區西南邊 首先有下城門水塘 然後有城門河的河口 一直對著這裡才轉彎 水直衝進來這個位置 西南水當運 所以2004之後這裡豪宅越來越多 一直到2024也不奇怪 我們這十年都撿回房子了 既然如此, 優於在這裡找一間風水屋 對 這次師父上大陸的山 找到一間面積1850平方尺的風水屋 他除了設計簡約之外 還有一種令人輕鬆的空間感 對於一個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華人 憑聲夢傳奇打出名堂的歌手 這間屋不知道會不會是他的理想家居 你好, 歡迎我們的嘉賓, 青春環 你好… 謝謝… 你好… 你好… 怎麼樣? 感覺很高 是不是很溫馨、很舒服嗎? 我一走進來, 第一個感覺 真的很放鬆 我想是比較暖的感覺一走進來 坐下這張沙發就非常睏 所以可以先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再來 好, 我們休息一會 映師傅, 你看上面有個燈 這樣對風水會不會有什麼不好 這跟風水無關 起床會撞到頭 然後好像被鎖住頭一樣 像不像血的子 你伸個體上去看會不會吸出頸子 沒有了 映師傅, 我看兩張床 基本上沒有床架 只有一個床在地上 算不算是? 躺在地上是否不好睡? 就算沒有浪子, 躺在地上 其實也不怕 因為以前躺在地上 說我們大部分的屋子 都像加拿大一樣 只有一層或兩層而已 睡在地上那層 又沒有東西佔著, 躺在地上 就像濕氣傳到身上 老人家說是風濕 對… 現在來到幾十層,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好像很… 真的躺在地上 很遠 所以就算你沒有這個架 躺在地上 一個很薄的灰塞尾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原來如此 這間就是主人房了 師傅, 我看到床旁邊吊了兩眼燈 好像是酒情的形狀 吊到這麼低, 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 如果真的酒情就好了 睡不著, 走來喝兩瓶 最主要是床上沒有東西 吊下來, 壓住自己的身體 這樣就沒問題了 師傅, 你覺得這房間的風水怎麼樣? 風水有點麻煩 為什麼呢?我們站著這個… 計算了, 我們站著這個 就是材位 這邊是空位, 睡這邊 睡的是材位 睡那個是空位, 病位, 喊救位 什麼鑊位, 材位特別利用身體 空位特別不利用身體 所以兩夫妻要滾在半呎床上 半張床上睡才行 不過我又教了她, 她要裝修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 一邊空位, 邊材位怎麼辦呢? 我會叫她把床拍在這邊 對, 向這邊 對, 我整隻腳踩著空位 因為兩個人躺在材位 有些人不喜歡走廊衝過來 其實這裡做個屏風 你衣服的間照這樣進去 那就完美了, 不行? 風景也好一點 師傅, 我看這裡有山有樹 對, 但全山景沒有水會不會不好呢? 不怕, 兩水匯一山, 兩山匯一水 你看不到有水, 其實是有水的 山中間的位置一定有溪流 不過細水可能發小腔而已 大水就大發, 中水就中發, 也可以 師傅, 我們的屋子是對著山咬的 這樣會不會不好呢? 這樣就有問題 因為山咬是兩個山中間 我們叫它凹風 你想想, 大風的時候 那些風會在山中間走的 大雨的話, 水就會淋住屋子 看不看有個別墅在這裡嗎? 看到 用山來傾瀉, 沖塌的別墅 所以下雨就怕大水 不下雨就怕大風 所以挺棘手, 殺氣比較重的地方 所以可以選擇 也不要選擇山和山中間建個別墅 這些屋就不怕, 這些是大廈 鋼筋落到地下很深 有一陣子, 床風聚氣 這樣就不太害怕了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單位 對著這個山咬就不怕 個別的屋子對著就有問題出現 師傅…現在Fred有很多工作 他現在是否在逛大運? 他原來2012、2013是個人高峰運 原來31年開始入大運 有30年大運, 現在是起步而已 有很長時間 起步也這麼快 謝謝… 對, 謝謝… 還有, 阿Fat的眼睛又大又圓 是不是有很多桃花? 她的眼睛少許都不戴桃花 反而戴少許憂鬱的眼神 通常女人很有武性 覺得她很可憐, 要保護她 這樣就很受女性歡迎, 要保護她 所以其實不關阿Fat的桃花多事 純粹是女人的自作多情 師傅, 仔細一點, 我想問一句 我懂得不懂做生意呢? 你行三十年財運 是 原來財運是雙倍的好運 是 普通好運就有規定做生意 打工或者自顧 是 原來財運是百搭 做生意也可以, 做演藝也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好… 很好啊 非常好 什麼?刮頭腦? 好, 又是刮頭腦? 屎路一條磅 真能找到你, 師傅 我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約我們來灣仔日街月街 這裡說到處都是刮頭腦? 特地帶你們來見識一下 因為這個世界的大都市 很少像香港那樣 這麼多刮頭腦, 都是你的特色 不過刮頭腦一聽就知道 屎路不通, 風水很極有下 這麼厲害, 有什麼不好? 師傅, 你說過了 如果是水, 就是一潭死水 如果是路, 就是死路一條 怎麼會好呢? 而且陽氣貫通不了 還有可能是焦陰 天風陣陣 你現在看到好一點了 這麼多店舖在這裡 想多年, 這裡只有一間 比較有名的法國菜 然後外面是烏燈黑火 如果這裡不適合做生意 那做住宅就行了嗎? 住宅也有問題 對, 正所謂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這些刮頭腦或陰地 只是適宜那些脊藥殘兵 或者女兒住 我們這些的年葬藏男孩子 住着, 萬用妙, 死着起 都沒有什麼志氣 不過師傅,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喜歡搬來這裡 還有些藝屬間 因為攤這裡清淨 ¿風水上有什麼看見? 你現在看到, 光景 è良 以前我的朋友全都古古怪怪 才住在這裡 古古怪怪 現在這裡有大的商業大廈 有這麼多住宅升起了 現在慢慢聚旺, 人流的人 才慢慢喜歡住在這邊 師傅, 是否由陰變陽呢? 還沒得住, 始終人流多了 但這些都是掘頭路 變成陰中大陽, 陽中大陰 做生意也有少許困難 要有特色才能做到 難怪我看到這裡有這麼多特色食事 對… 而且也不便宜 對… 師傅… 請吃飯就好了 對…忘記了, 還有師母遲到